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全市的宫殿都是依赖垃圾发电 但是这些垃圾这次也能够发电 全是因为每一户人家在厨房里面就已经做好了垃圾分类回收 第一部影片计算了一个普通马德里家庭每年的垃圾排放量 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马德里每年将产生超过153万公斤的垃圾 相当于30个埃及金字塔的重量 了解了可怕的现状 接下来的两部影片给出了解决之道 我们看到马德里设有30万个家庭垃圾收集箱和遍布大街小巷的废纸桶 垃圾车几乎每天提供上门取垃圾的服务 不仅方便市民投放垃圾 也基本杜绝了随便丢垃圾的现象 另外马德里作为足球之都 经常举办大型球赛和狂欢集会 大量游客和球迷涌进城区 人群散去往往垃圾成堆 为此马德里的垃圾处理机构 就把普通的垃圾车改装成身材娇小 但容量够大的清扫车 它可以在最快的时间恢复城市的清洁 另一部影片告诉我们 在马德里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 垃圾只有混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垃圾 一旦分类回收就都是宝贝 极为精细的垃圾分类成为所有市民的日常习惯 就连小娃娃都知道剩饭剩菜和金属塑料 不能放在一个垃圾袋里 对垃圾斤斤计较的马德里人 在郊区建造了一个名为 瓦尔德明·法麦斯的科技园 把垃圾转化为沼气并提供电能 现在有一些新小区差不多他们的30%的电 都是从垃圾来的 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些环保的 这样我们也会需要少一点美机和石油 但是我们也会需要少一点美机和石油